虽然范冰冰风波已经尘埃落定,范本人也在微博上发出致歉信,但是后续影响还在持续发酵。范冰冰因为自己的行为被处以天价罚款,成为污点艺人,她所代言的品牌及所参演的影视剧作品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影响。 而且由此引发的蝴蝶效应更引起娱乐圈的缴税大地震,甚至使得其他的影视剧组也纷纷受到波及。 按照相关规定,8月起娱乐圈全面按照42%的综合税率缴税,传闻有70部影视作品受到影响而停拍,众多演员们也跟着受连累。 这其中就包括台湾演员张佩华。 在上世纪80年代,琼瑶剧风靡的时候,张佩华凭借英俊的脸庞和184cm的身高,迅速走红。 他出演过《三朵花》、《婉军》、《雪科》和《望夫牙》等众多琼瑶热播剧,塑造了一系列的儒雅小声形象,是当时琼瑶戏当人不让的男主角人选。 据说当年张佩华受邀到大连参加服装节,走在街上身后都跟着几百人,可见其受欢迎程度。 不过后来张佩华的经历转到了养犬事业上。 他在山东和台湾都经营了熬犬事业,但是近几年发展不顺利,事业规模也是越做越小,之前好不容易配种生了九只小熬犬也只卖掉五只,剩下的只能留给自己养。 但是养犬犬也是很费钱的,光是饲料费就属而惊人。 张佩华只好将重心重新转回到拍戏中,刚刚好找到不错的剧本打算新戏开工,结果因为范冰冰暗的牵连,剧组担心有情况就停拍了。 这下张佩华的经济情况可能更加堪忧了。 无独有偶,受到范冰冰事件影响的还有资深艺人潘银子。 范冰冰在重金打造的《八清船》中,还特别邀请了自己的偶像潘银子出演《华阳太后》一角。 因为潘银子和范冰冰先后在《一代女皇》和《五妹娘传奇》中都演过《五妹娘》,两代《五妹娘》同场标戏,成为该剧的一大看点,让观众被感期待。 不过,《八清船》播出一波三折,先后经历了网友投诉,男主角高云翔惹惹关飞等变故,播出日期遥遥无期。 这下女主范冰冰案件一出,《八清船》,基本也是凉凉了。 近年来潘银子先有作品,基本属于半退影状态。 现在看来,想要在电视屏幕中见潘银子,还不知道要等到什么时候了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